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下次賽事禮拜四才跑7月1日 今天都出了排位 但不怕高出賽意欲馬和備忘馬 因為有一個新題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開回應一下 挺有趣的 所以我想拍一段影片 不是討回公道 只不過是想公開回應 釐清一些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意見 不過我覺得挺有趣的 事源是昨天還是前天 有個YouTube網友 RingoRingo 其實我都知道它有遍各大不同的網上平台 不好意思RingoRingo 開你的名字 不過你的留言都公開的 你都不介意這樣說 她提醒我 她說贏跑討論區 在笑你買5000元 1.18倍騎司王 這樣 我都覺得這樣也正常的 不用贏跑 我整天真飛區都被人笑的 不過這次特別些 有人特意來笑 我想都有人截圖吧 截圖來笑我 我就八卦去看看 八卦去看看 應該要贏盡起跑台 我先去手機看看 我不想說錯 贏在起跑線 賽馬討論區 我想我很久以前也有進去 用彈賽馬或彈賽馬 不過當時我不太熟悉 或者這個台的運作 我先說一下背景 可能兩三年前 但我現在不能進去 因為當時 大家知道我當時有空 都會分享去不同群組 我去連結 可能是否我分享太多 煩太多 不合那些章情 還是不知道什麼 可能現在我被封鎖了 我內閒或是內閒 談賽馬 所以我無法進去親自回應 我看這些 我都是用另一個帳戶 進去看 我才看到的 用內閒或是內閒談賽馬 我就不可以親自回應 所以我又不可以親自回應 有很多人看到 其實我現在就拍完片 分享一下 我自己看到我的留言 回應一下 跟大家搞笑 首先第一 是這位朋友 姚紹偉 我先說一下背景 這張談賽馬 我很少鎖人 除非他是說一些人身攻擊 之類的事情 或者是人身攻擊 不知我 或者其他支持我的朋友 這樣就好 其餘我可以接受 譬如 出名的徐紹娟 我也沒有封鎖他 我覺得不需要 這是一個大家有權說大家的 但是這個姚紹偉 好像我以前 因為不知為何 有一陣子 我有印象是有封鎖他 是有幾乎 幾乎的 有些留言 有時候 那時候 可能還未有真非區 那時候有些乎 可能也有 還是未有 不過現在我就少一些 除非 他們是有些攻擊性的言論 人身攻擊 或者一些很離譜的言論 對於我 或者對於我的粉絲 我才會封鎖 但是看到這位朋友 就說 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的朋友 我想是徐紹娟 他跟徐紹娟 跟徐紹娟 那些蛛絲馬 應該是他跟徐紹娟 是朋友 朋友 或者他們是同一個人 都未成功 也不是我所需要 和大家分享的事情 不過他們是 朋友和徐紹娟 或者是同一個人 我不清楚 不過這不是我的重點 那些蛛絲馬 就說 我的朋友告訴我 這個群主的版主 這麼賣 大家怎麼看 其實都是擺明 想搞事端 這個沒有問題的 我們看看一些留言 逐個翻譯 我用most recent 就是最近的 有些是比較遲 這個朋友 第一個朋友 我覺得沒有問題 好過買股票息都高 兩個不同的概念 但是 我自己當然覺得沒有問題 我才可以買 第二個朋友 騎斯王 是最傻的採詞 身體不適退出 就沒有仇報 騎斯王 不止身體不適退出 就沒有仇報 騎斯王 平頭 他不是好像跑獨贏的平頭 例如跑獨贏平頭兩倍 可能是分1.5倍給你 這個不同 騎斯王的平頭兩倍 他是分1倍給你 所以是另一大有問題的 騎斯王 買騎斯王 你有兩個風險 第一個就是跑了兩三場之後 騎斯 第二個就是 平頭的話 即是一二三四名 都是忌忌憲平的話 你是虧到媽媽都不認得 兩倍變一倍 如果平時你買獨贏 平頭兩倍是大約1.5倍 1.4倍 所以不止這個 但這些都是我理解中的風險 當我賣1.18倍 然後這位朋友 自己賭買 我完全同意 這位朋友說 其實一兩百萬萬金槍60 都大把輸得起 都沒有所謂 這位朋友說 討論一下又有什麼所謂 這位朋友之後也有很多留言 之前有很多留言 這個我非常同意 金槍60 十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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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騎斯王 馬會開了一盤 1.18倍 是沒有人買的 沒話說 沒人知道的 但是金槍60 那些十個半 十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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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金白銀 買下去 那些是千幾二千萬 總彩詞 那你跟我說 我的五千元騎斯王 其實在這麼大的 龐大的資金 只是很少很少的部分 無需要在這裡 拿出這些票來變私 因為我想說一點就是 假如我鋪一個 金槍60 一萬元位置 派十個半 或者十個半 都好 都是會有這樣的 網上輿論出來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有買金槍60 那些一萬元 相對是千幾萬 千幾萬元 或者一千萬位置 買下去 其實是一個極少極少的部分 只不過網上朋友 是喜歡拿一些 在這個社會 不是在社會 誇張 在這個採詞裡面 有很多人是這樣做的 只不過是因為我 有貼飛出來 就被人拿出來做討論 我不介意的 但是我想帶出一點就是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做的 很多人都會這樣做的 但是我這件事被人拿出來說 我自己本身不介意 但是我想大家要理解一點 不只是我一條票 會五千元買1.100倍 不只是我一條票 假設我買金槍60 一萬元位置十個半 不只是我一條票這樣做 無需要在這裡抽出來 不過我又不是故意鋪出來 因為後面那些也有說 我認得厲害 我其實也不是拿去認得厲害 我真飛居就是鋪我的票出來 輸的我也有鋪出來 不過大家不知道 不要說 我一位置輸了 我都會鋪出來 好 這位朋友說 兩點半雷神身底不惜退出 本都輸了 剛才說了 這個 不止這個風險 還有其他風險 為什麼我說姚紹慧和徐少娟是朋友 或者是同一個人 因為這跟徐少娟那些東西一樣 不過那些票是不是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們不喜歡那些票 就說是我買的 1.100倍劇師王 他們說 孖寶派兩三萬那些 就說那些未必是我的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雙重標準 還有他說的都很隨兆娟 如果大家看看我的Facebook 就知道了 好 繼續看看 Albert Lee以前也有 在那裡有空 我不知道有沒有賭定 他已經不留了 輸的不說 蔡前給那隻和豉油鐵飛另一隻 蔡前和臨場分析是兩回事 還有孖寶來說 其實大家打孖寶寶寶 第二課 我其實講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不清楚 都可以看看 我買孖寶不是買單口 我買幾口 是一個投注策略 如果大家有心的 可以來到這個NATCHRAN談賽馬 當然 投注策略 如其升遜孖寶寶第二課 大家可以慢慢看 其實 講得很清楚 我不是買一注單頭 跟得我多的朋友都知道 也不需要太多解釋 這是第一件事 有心明白的就會明白 沒有心明白的就會繼續說 你輸的不說張 因為我買幾條飛 如果我輸的話 普通人都可以 那不是這個目的 我買幾條飛 一條兩三萬的 當然不是每次可以 每次可以 我亦都不需要拍片 或者分享 OK 看看 蔡前給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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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又是另一件事 第一件事 孖寶是一個範圍 蔡前出馬膽 但我假設是必長勝才算 結果原來我沒有中 跑了很多集出來 為什麼我都中 因為我買馬一個範圍 我買一個星水馬布 和我買一個範圍 我不是買一隻馬 這是第一件事 和豉油貼飛另一隻 是有這樣的錯覺的 我明白的 跟著這位朋友 這位朋友以前也有留下言 我不知道有沒有封了過他 曾經 果然心水清 他那些資料 真是盲的都猜到 這個語法有些問題 要是盲的都看到 或者傻的都猜到 盲的都猜到 其實在語法上有些問題 應該買一萬一 因為一千人回購 這位朋友心水清 其實這位不是沒有回購的 還有大家要留意 海外賽事都是沒有回購 海外賽事都是沒有回購的 那些讀人的位置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好 這個Mandasip買五次不算多 的確就不算多少 我一向說是量力而為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量力而為 這個收息又不一樣 和收息又不一樣 因為你開輸了盤 明白嗎 但是你說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量力而為 買債券都可以輸了盤 如果買了那些內房股的債券 可能死了 內房股的債券 一年是十幾厘 一年 那可能它倒閉 你就可能 應該都拿到沒有 或者要搞很長時間才有 那些內房債券 一年是十幾厘的 那你肯定承受這個風險 那你究竟是覺得 其實是同一個 一個下午 莫來拉的18% 莫來拉騎士王 和一個內房債券 十幾厘 一年收18% 那你覺得 哪個風險大一點 是莫來拉 跑一下 退出 或者莫來拉 之後每隻馬都拉著 包美的終點 那個風險大一點 還是內房 隨便一隻 倒閉機會大一點 這些自己是每個人 看的事情是會不同的 所以是 自己的風險要回報 大家管理好就可以了 這個贏就好 但真的不用負責 這個是真飛區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不是負責在這個群組裡面 這個有個朋友 這個姚紹偉拿來負責 不是我自己的主場 我不會負責這樣飛 對不對 然後 Magnus Eve 都是那句 他剛剛說 這兩大把出貨有什麼問題 還有 這個負責我不是在 在這個賽馬土耳區裡面出 在我自己的主場出 那我覺得問題不大 對 這個 這個作詞 不用看 我有五千元 一定買零價位置都好 不是 你有五千元 購買韓運勝區 讀贏 這些就是 徐紹娟那些口吻 所以說姚紹偉 與徐紹娟 不是同一個人都是朋友 對不對 他說買二重 這些就是徐紹娟那些 那些事情 所以你說姚紹娟 是徐紹娟同一個人 都不出為奇 但是這個也不是我 所關心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 Benny Pan 有空也有在我那裡留言 各思各法 多謝你 說得非常忠肯 理得別人怎麼買 都是忠肯 買一隻位置都不像 是的 我有時買一萬元位置 拍二十一元 那次鼓浪巡風 沒有人說的 一萬元 還二萬一 那時候沒有人說的 所以 是比較喜歡抽出 大家想見到的東西去挑剔的 這個當然是網上世界的事情 都沒什麼所謂的 又不是找人即收沒有壓力的 這個 看看 看看 還有什麼特別 是需要回應一下 這個 這個按斷 那都是 每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又不需要儲分 Raymond Chan 我又不是拿這些來儲分 我覺得 1.18倍底 你說當時 跑第四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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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加財 那加財 我全力的內窗馬淡之一 那第一場 是民勝區 放頭大大禮 所以 其實我都是 某程度上 是買加財 那個1.18倍 如果大家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那 不明白的 都不說那麼多 直駁媽媽 違反賭博概念 那直不直駁 就是看你怎麼稱 那你說 如果那時候 不是1.18是1.05 那我當然不買 那1.18我覺得直駁 那1.4的話 我更加買多一點 那就是看你怎麼稱 這件事情 人傻錢多 那我說 人傻錢少 我只不過是 然後還有什麼特別 那又不可以說900元 要比打工一天的 都是 真是很忠肯地說 都是有輸的機會 但是只不過是 大家衡量了風險 要 那個徐兆有經驗 你5000元 來到10場買好 我發覺 其實網上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了 網上很多人是 喜歡很轟烈地輸 就是輸一些幾十倍幾百倍的 那滿場一場輸 可能買一百場 中一場幾十倍的 但是都是輸的 但是覺得自己 哎 這樣反而正一點 那 其實就是看你自己的投注策略 我有這些 帶著 是十幾元位置到二十元位置 又有 幾百元買些 孖寶博兩三萬元的又有 那 是一個 一男子式的投注策略 都是那一句 明白的 明白的 沒有辦法 我沒有說是單棍的孖寶 這個 剛才我剛剛說了 不是單棍的孖寶 我買 繼續看 還有沒有 好像差不多了 講完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像應該分兩元 好像之後還有些 可能沒有下載了 不過都回應了很多 不過純粹是 就是 我又要讀那個 留言區 有時候 贏在起巴仙 塞馬 討論區 我看到有這麼多人 去回應 那我就拍段片去 簡單分享一點點 我的看法 當然 第一點 各司各法 有些人說得對 第二點 這不是穩散 只不過是風險與回報的 比較 我也是那句 我幾百元 兩三萬元 那些也有 一萬元 兩三千元 那些也有 這是一男子的投注策略 如果都是那句 大家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你不是買單棍 還是只是送單棍出來 如果我每樣都送出來 大家中三T的時候 王總也說 大部分大戶買三T是 六七八九條票 買出來 當然只是送中那一條 那你有沒有問過那些人 不中那些人 有沒有拿出來看 是不是 那這些大家要明白 A點其實是一個 賽馬投注 是一個 一男子的活動 不只是看中那條肺 這些 不過 也都不需要說太多 我這裡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的 就是 一向都是會鞭屍的 所以我都經營了這些網上平台 這麼久 都是非常之習慣的 我今天不算準備太多 我只是截圖 看到什麼留言 我就回應 因為我也是那句 我NATCH談賽馬 或者NATCH訊號帳 我進不了 贏盡起包台 去直接回覆 所以我都 拍段片 分享一下個人意見 純粹吹吹吹吹吹 搞一下笑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暫時就這麼多 明天再拍片 講一下 秘忘馬 回顧 昨天NATCH訊號打 以及講一下高出賽 以後馬 等等 多謝你們支持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樓 今 二